來到了Sanchez 他為Chile獲得Copper America 踢進至勝的PKH由 智利Sanchez脫衣慶祝 因為他們終於拿下首座美洲冠軍盃 Claudio Bravo A smile that says Chile are winners of the 44th Copper America 由門捨的隊長Bravo 在全場地主球迷面前舉起筋盃 這一刻他們等了99年 不過真的得來不易 因為在冠軍決賽 對上同樣也是不敗今生的阿根廷 智利將是用命 屢屢都能化險為夷 就在智利防線擋住阿根廷的恐怖封線後 球賽被逼近了30分鐘的延長賽 結果還是0比0平手 最後用PK一決生死 第一點的Fernandez跟Messi 都順利踢進 結果在第二點出現變化 可以從這個位置 可以從這個位置 喔 他超過了一千塊 比瓜贏在這球踢飛後 讓阿根廷處於落後 之後Bravo在籃下第三點的Vanenga 阿根廷大勢已去 最後在Sanchez踢進後 智利以4比1擊退了阿根廷 隊長Bravo拿下最佳守門員 而軍決賽則是翻給了同進4球的Valgas 以及Carrillo 梅洲杯再次哭泣的阿根廷 球員領獎時氣氛低迷 尤其是渴望一座國際賽競盃的Messi 加上氏族連續兩年 都以亞軍作收 表情非常失望 2015梅洲杯落幕 幾家歡樂幾家仇 球迷們4年後 巴西賽節囉 記者 中不到